首先就是我必须要先去做枢纽分析 然后接下来人口数里面 这边我要放的是各民国年 然后还要各行政区的人口数 就是他如果这两个可以放在一起 两个可以放在一起 然后产生三栏就做完了 可惜不行 我就必须要多做一个叫做 取消资料行数 new 这件事就对了 然后我产生了这张资料表之后 我就选到这个整个范围 不要总计 总计不需要 复制 然后到这边去做选择性贴上 值 确定 那因为这是民国年 所以我们就把这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改成数字 这是民国年 好我想这因为你们做的书 你有这么多次应该也熟悉了 产生这张资料表 接下来呢 我就是要把它长成像 像这一个样子 就是民国年 然后行政区 还有就是死亡人口数 那当然这边是人口数 所以 所以就用资料 然后从表格 他就自动帮我去抓这个表格 确定 然后接下来这是民国年 那这些行政区 然后就全选 选到万豪区去做 转换底下的取消资料行数年 然后请改名字 请改名字 这个叫做 重新命名 这叫区 行政区 这个叫做 人口数 然后请把它改成 改成 整数 那各位 这个数字应该是用递增的概念 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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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一直到 对不对 那相对的请问一下 这边 这边递增了 行政区这边 行政区这边 是不是也要用递增的概念 所以这边的排序 它就没有两栏之间的一个排序来得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回到以色尔那边再做排序 就是常用底下的这个 关闭并展入 然后这一张资料表叫做 人口数 可以吗 就请你们 先做出这一张资料表 好 好的 味道 它是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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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用担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